早安笔记本 最近暑假时间 在这个暑假时间里面 大家都想说 我应该要离开台北市 我应该要离开台中市 台南市 远离这些城市的城销 去后山走一趟 正好 后山今天有这么精彩的节目 我们要跟您来介绍 听完了这个节目 你可不要跟志平说 我们去玩了 我不听节目了 不可以 因为今天实在非常精彩 来跟您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受访者 这位是花莲县的文化局长 陈淑美 陈局长 局长您早 主持人志平 所有的听众朋友 大家早 谢谢 谢谢局长 今天来到这里上节目 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其实我脑海里面 立刻勾起了回忆 我曾经在过去某一年 去到花莲采访石雕记 是 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看到那个石雕的作品 展出的时候 其实你看 那石雕很壮观 是 其实它的量体是很大的 所以当我们要移动的时候 都必须要有很大的 这样子的一个机具 才能够移动的 有关于花莲的国际石雕记 今天我们要请局长 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细节 不过一开始 我还是要先请局长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开始举行 今天是七月三号了 是 听说在六月底 七月一号就已经开始举行了 对不对 大致上要进行到什么时候呢 是 整个的石雕艺术系 那当然它有很多的 不同的主题的活动 那我们最核心的创作营 在花莲一号码头 花莲港一号码头的创作营 是从七月一号到七月三十一号 一整个月 那艺术家呢 十六位艺术家 必须在一整个月之内 把他的作品要完成 所以这个是最核心的创作营 那另外呢 我们在文化局的石雕博物馆本身 我们有两个 我们总共有三档的 这样子的一个展出 那会展到 到展到九月 展到九月底为止 是 那当然我们还有论坛啊 等等的 那所以呢 最核心的创作营 是在七月一号到七月三十一号 那另外两个展的话呢 我们会展到九月三十号 是 所以其实时间还蛮长 是的 但真正这个 如果你要看艺术家们的创作的话 其实就在七月份来看 是 对不对 好 怎么看的话 大会我们来请教局长 不过我觉得非常好奇 我们看到这个花莲石雕记 每一年都非常的精彩 而且它都有一个特定的主题 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做大时代 那在我们上一届 我们的主题叫做艺术向东 那在三年以后 我们在106年的第十一届 我们的题目叫做大时代 那这个石是石头的石 相对应的也是时间的石 那我们会定这样一个主题 是因为我们有看到我们的石雕家 在全台湾各个县市 也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创作营 它发光发热 我们看到它的能量的积累 看到它能量的爆发 我们很以它们为荣 所以我们这次把题目定为大时代 也勉励我们的艺术家 在这个整个世界 其实都是地球村的这个时代里面 大家可以更努力的 更自信的往外走出去 我们看到我们很多石雕家 特别是青壮派的年轻石雕家 他们在国际上这样子的一个 都有很好的表现 非常非常的欣慰 是的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 为您邀请到的是 花莲县政府文化局的局长 陈淑美 请陈局长跟大家一块来分享 目前花莲正在如火如土 展开了花莲石雕祭 这是一项国际性的活动 非常不简单 所以参与的 今年参与的这个石雕创作的这些艺术家们 大概有多少 我听说呀 有很多艺术家 其实是摩拳擦掌想要来参加 这情况如何 是 所以其实 这个花莲的国际石雕艺术记 在国际上是很有名的 我刚接这个局长位置的时候 我自己不是很了解 这样子几年下来 我才发现说 整个的国际的这样子的一个 石雕艺术领域里面 花莲国际石雕艺术记 是给予高度的一个期待 我们举例 在104年 103年我们办了以后 到今年106年 我们隔三年 结果后来 在过去 在前年 去年 国际上就开始讨论 花莲的国际石雕艺术记 什么时候还要再办 石雕家都会争相的 就是说 一旦我们要办的消息出来以后 大家是会来争相报名的 以今年来讲的话呢 我们今年总共宣布要海选的时候 就是广泛的争鉴的时候 我们总共有来自52个国家 214位 214位的石雕家报名参与 想一想整个全世界 也才199个国家 总共有52个国家的 214位的石雕艺术家 送出他们的草稿 送出他们的这样子的模型 高喊选我选我 最后呢 总共呢 我们邀请了12位的海选 总共12位呢 是用海选的方式 那另外4位呢 是特别邀请的 因为他们的这个备份 那他们的这个国际的 在石雕领域的声望 这4位呢 是特别邀请的 所以12位加4呢 总共有16位 我听说是有几位的艺术家 是并不是第一次来参加 我们其中有一位是来自日本的 叫旭芳良信先生 旭芳良信先生 其实在1995 就是民国84年 第一届的 最早的国际时代艺术记的时候 他就来过我们台湾 那其实在花莲 其实都有一两件的他的作品 那所以呢 很高兴呢 那到现在呢 就是这位艺术家 其实已经70几岁的 稍微高龄一点的 那其实我们可以想象 对于一个比较高龄的 因为石雕艺术的 在体力上的要求是很高的 体力耐力 所以呢 但是呢 这位艺术家呢 仍然呢 非常热切的 要来参与这样子的 石雕艺术记 是 好这个 当然大家能够来到现场 到花莲港的 这个创作地方的现场 就可以看到这些 艺术家们 他们的身影 他们就在花莲港的 先政府为他们准备的 这个园区里面创作 是 我很好奇 当年我去的时候 局长 当年我去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地方 哇 这个 你因为一开始就去了 所以看不出来 那个艺术家 这也许正要雕刻出 什么样子 的确 对不对 然后到后来 到了末期的时候 那个朋友 当地的朋友 就传那个 先前几天去看到的 那个艺术家 现在他的作品 已经慢慢出来了 我一看 哇 天哪 原来是这样 是 然后那艺术家 在那边 就真的是 花了好多好多心思 我几乎是这样讲 他几乎是不眠不休 的确的确 所以我们在预定的 七月一号开始的活动 就是这个 每一天我们创作营是几点打烊 晚上九点钟 然后我们 这个早上呢 我们的 我们的石雕家呢 是应该是八点半 就会到创作营 到一号码头 所以早上八点半 一直到晚上九点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这个高度的一个劳力 当然也包括了美学的判断 然后呢 好像是一个 艺术创作的一个活动 所以呢 这一整个月的时间里面的话 那艺术家必须把 原来是一个 就是一个 一块石头 必须照着他心里想的 这样子 他原来的设计 他必须在一个月 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必须完成 完成之后的这些作品 要 华人县政府会把它 安置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最远会到绿岛 送给绿岛 不能讲送给绿岛 因为这个活动呢 我们同时有东莞处 交通部观光局的 这个东海岸的管理局 东莞处 他们也有提供经费 是 所以呢 文化局呢 会以协助的立场 那我们会完成 四件的作品 我们会还给 还给 还给东海岸的管理处 是 那东莞处呢 他过去长期以来 他是把作品 放在台11线 就是沿着海岸线 非常美的 这个海天一色 然后呢 这些作品 在适当的地方 错落在这样一个 海岸线上 非常非常美 是 那今年呢 东莞处说呢 他要把两件 送到绿岛去 那我们同仁就 有点挣扎 说 这样子好吗 不要不要去啊 留在我们花脸 我说 没有关系 如果我们从 推广石雕艺术 如果是推广 让我们的艺术家 这个被看见的 不是只有在花脸 被看见 而是在整个台湾 甚至在世界各地 都被看见 那其实是一件 非常美好的事情 所以我就说 好 要去 要去绿岛 我们百分之百支援 好 所以呢 我们同仁也亲自 到绿岛去看 那个场地 那因为呢 这个作品要飘洋过海 要穿越这个 海洋到绿岛去 它的难度是很高的 是啊 怎么运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是 以最大的诚意呢 整个的石雕艺术纪 完成了以后 我们会把两件作品 送到绿岛去 把它安置好 所以今年总共会有 16件作品 在整个活动结束之后 它们会诞生 是是 问题来了耶 今年是第十一届 对不对 过去这十届 每一年也都有 十几件的作品诞生啊 是 那现在这些作品 也都散落在 花莲县的境内 对不对 对 其实整个花莲 我们好山好水 整个花莲县境 就是一座 最天然的石雕博物馆 所以除了我刚才讲的 台十一线的 这样子的一个滨海 有很多很精彩的 作品以外 包括在我们的七星潭 那七星潭是花莲县的 这个限定的风景区 七星潭有很多 很精彩的作品 还有包括在鲤鱼潭 其实我都觉得 我到了一个熟悉的程度 我已经看到 我一看到这个作品 我远远看 我就知道 这是哪个艺术家的作品 我都已经熟悉到这个程度 那当然在整个的重谷 就是我们所谓的 花东重谷 包括罗山 或哪一些的 他还会有个别的 就是部分的作品 也会在那里 但是我刚才所讲的 鲤鱼潭 还有台十一线 滨海 还有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七星潭 那他包括文化局 自己的石雕 文化局自己的园区 也就是一个石雕公园 所以这几个地方 我们会继续的 把相关的作品 都能够把它放上去 所以我可不可以 其实那不算夸张 应该说很恰如其分的说 而且是很自豪的说 花莲县 是全台湾 石雕艺术作品 最丰厚 而且是艺术成就 最高的县份 我可不可以 这样自豪的告诉听众 我想主持人可以这样子讲 我们当然这么长期的奴隶 其实每一个兴奋 他会有他自己主推的 主要推行的艺术领域 例如说陶瓷 大家会想到三艺 对不对 陶瓷 阴歌 陶瓷大家会想到阴歌 讲到木雕 大家会想到三艺 讲到玻璃 大家会想到新竹 那我们觉得说 如果讲到石雕 那当然花莲是当之无愧的 可是这么多作品 哪一样是最受欢迎 你们有没有经过票选 我很好奇 就说因为少说百来件作品 对不对 那有没有哪一件 是让大家印象最深刻 甚至于说 我们比如说我们到了比利时 要去看尿尿小童 那来到花莲 有没有哪一样作品 是我们经过推广以后 大家票选说 我非来看它不可得 其实每一件作品都很独特 但是我们在103年 我们曾经办过票选 看看我们的旅客 我们的乡亲 你对哪一件作品 印象最深刻 就后来呢 我们票选的结果呢 是在我们文化局 我们的演艺堂旁边的 美人鱼 它是三个热带鱼的异象 然后组合成的 那当时票选的结果 那这一件呢 是得到最高的一个呼声 那这件作品如果我没有记错 应该是来自于意大利的 一位石雕家 石雕艺术家 对对 那大家都讲说 自从它雕刻的美人鱼 大概是热带于 石雕界已经没有人可以 雕刻这个美人鱼 类似的主题了 就好像我们花莲 有位石雕家 叫庄丁坤 庄老师 他是以牛的主题 作为他的一个 整个人生 他很多的石雕作品 都是以牛的主题来呈现 大家也都说 他磕了牛 再也没有人可以磕牛了 就到这样子 就是成功 他的历史定位 到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一个程度 再也没有别人可以 再没人可以超越了 是是是 好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 为您邀请到的是 花莲县政府文化局局长 陈淑美 陈局长呢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花莲国际石雕记呢 就正在如火如荼的举行 当然了 局长今天来到节目中 也带了礼物 要送给大家 我们呢 这个礼物啊 这个过去照早安台湾的惯例 礼物不是白白送 我们都要问一些题目 至于今天 局长要出什么题目 来送礼物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卖个关子吧 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在广告过后 回到现场 我们再跟大家公布 各位我们的听众 你可要仔细听好了 答案就在访谈中啊 来 待会回到现场咯 各位听众您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在今天早安台湾节目呢 志平非常非常的荣幸 为您邀请到花莲县政府文化局局长陈淑美 陈局长来到节目中 跟大家花了很多的时间介绍 这一届 也就是第十一届的花莲国际石雕艺术季啊 这个以石雕为主的这个艺术想念 事实上很多的观光客都会来到这里 我那一年在采访的时候 我看到的一个重点 好像大家会想说来到这里顺便要吃吃喝喝 是一个观光的一个重点 但我发现找了一下过去这几届 花莲县政府我们的文化局 在办理这个石雕艺术季的时候 我发现它有一点点转变 这个转变让我非常的惊讶 我相信很多的县政府 或者是很多办活动的这些公务人员们 是不敢做这种尝试的 但是这个转变 我发现之后 我今天正好请教局长 我觉得你们勇气十足 它没有这个转变就是 它并没有非常非常侧重在观光的这个导向 反而它是侧重艺术了 我可不可以请局长告诉我们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 我想这个是作为一个局长 我们内心永远一个很大的挣扎 特别是文化局长 我办这样一个活动 我到底是艺术的核心价值优先 还是观光的产业效益有限 那过去长期以来就说 可能大家会把那个观光的产业效益 看得比较重 所以为了要吸引最多的人潮 所以在国际石雕艺术季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有一些的唱歌啦 舞蹈啦 或是一些的跟石雕艺术本身完全无关的 这种周边的这样子艺术活动 它就是热闹而已 对 那但是呢 我接着在工作以后呢 从上一届开始 我会觉得说 我会希望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 把所有的焦点 放回石雕艺术家 手上在做的石雕创作 这才是应该是我们所有的目光的焦点 所以我们从上一届开始呢 就走了这样子的一个路线 那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呢 其实要坚持 要走这个路是不容易的 因为呢 石雕艺术季有工部门的资源的介入 所以呢 其实呢 大家都会去算 我总共来了多少的来客量 然后呢 每一个来客我乘以多少 我那个产业效益就要去算 那但是我觉得 我们县长傅坤奇也给我很大的自由度 他不会跟我讲 你这个活动你要多少人来 你没有多少人来 你就是失败 他从来不对我文化局的活动 因为他了解文化是需要积累的 文化是需要积累的 所以呢 他其实从来不会问我仁次 我所有的活动他都不会问我仁次 那我们只要近期在我的 在里面看到文化的积累的一个价值 这个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 那今年也跟上一届的国际石雕艺术季一样的 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 所有的资源通通移回来 放到石雕艺术的创作本身 那其实呢 石雕艺术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 但这个其实因为它是一个艺术品 那它的这个创作的历程 一个月 但是它真正的生命开始呢 是创作完了以后呢 我们安置到不管是七星潭 或者是这个 这个鲤鱼潭 或者文化局的石雕公园 或者是台十一线 它的生命是要在安置了以后 它呢 很自然然 它就会去跟山景地景海景 它自己就会去结合 这个时候石雕的生命 才刚刚要开始 而且经过跟人的互动 人来看讨它 这个艺术 在心里面产生一些撞击 于是乎它的光芒就散发出来 石雕艺术作品是一个 非常安静的一个 这样一个欣赏互动的历程 这个作品不是一堆人 那站在它旁边 七嘴八舌 也不是摇起呐喊 甚至常常是一个人 跟这个作品之间安静的对话 所以我们有时候 讲说我们花莲 其实我们很多乡亲 其实是很幸福的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石雕作品 陪伴着很多人成长 可能年轻学生 要约会的时候 我们在哪一个石雕作品下 约见面 对不对 然后呢 在年纪大一点的时候 那可能呢 这个带朋友呢 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互动 那在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呢 是骑脚踏车呢 到那个石雕作品 当做一个这个 这个转折的点 所以呢 这石雕作品其实是 陪伴我们花莲乡亲 这样子的一个成长的岁月 是 那其实某一个角度 我们在做这些石雕作品 我说去算它的成本了 我们的一作的成本 大概130万左右 那因为做行政人员 就要有成本观念 那但是呢 这些作品会随着 这些艺术家的 艺术生命的成熟提升呢 其实呢 它的这个价值的 金钱上的价值的倍数呢 可能是两倍三倍四倍 所以呢 其实我们花莲乡亲 是很有福的 就说其实这些作品 它在艺术市场上的 价值都很高 但是呢 我们却每一天日常的 都可以跟它相处 所以其实是很有福气的 局长你这样讲 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我一位朋友 他跟他的爱人 两位呢 到了花莲港去玩 然后呢 在花莲港旁边呢 就看到了 港面不是这个 码头上都有 一个一个的这个石柱 就是可能是船 把毛要下在这里 然后呢 要有绳子要 揽绳要绑住的那个石柱 那其实这些石柱都 每个造型都很特殊啊 然后呢 我这个朋友呢 他就说 他就跟他的朋友 约好了 就说 他们一辈子 大概都要相守在一起 那假如将来 发生了战乱 他们彼此失去了联络 那么好 他们相约 一旦走失了 走散了 他们永远要记得 回到这个 他们寄住的这个 美丽的桥墩上面 来守候对方 由这个道理来推论 可能到目前为止 十届的石雕记 已经有很多作品是 彼此某一对恋人 他们彼此守候的一个标记了哟 我相信是 所以啊 我相信是 所以啊 你看 石雕艺术记 这个艺术的这个 刚刚局长你所说的 它是一个有深度的 可以累积起来看到的一个美 然后在每个人心里面 产生这些impact 就是一个很大的撞击 对 产生的那个 那个心里面一辈子的影响 是难以抹灭的 是 所以啊 哇 从这个角度来看 局长 你的远见 过去上一届 那个远见是对的 我们相信 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走向 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移转呢 是一个正确的 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到 很多的国外 就是他们为了要去 去追求那个商业利益 所以呢 纵使有石雕艺术记知名 但是那个石雕艺术的成分呢 都已经降低了很多了 我刚才有讲到说 可能某一个石雕艺术记 去找了Lady Gaga来代言 或者是去找一个 完全不相干的来 来做连结 那但是我们宁可 走一个比较少的人走的路 而且是一个比较朴实的 一个比较老实的一条路线 是的 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今天我们来谈 花莲的国际石雕艺术记 那么他的这个今年的主题 就也就特别被凸显出来了 好这个 我们今天呢 在节目的时间现场里面呢 为您邀请到就是 花莲县文化局的局长 陈淑美 陈局长来到节目中 跟大家分享这个重要的讯息 花莲的国际石雕艺术记 正在举行 那么好 刚刚志平在广告前告诉大家 呃 局长今天带来礼物 对不对 我们先讲礼物是什么 好不好 是 呃 我们的礼物呢 是由我们花莲的 好香好水之下 所孕育出来的这 这些的植物呢 我们所做的手工肥皂 嗯 啊 理清情义重 是 手工肥皂 但是呢 诶 这个志平看过了 非常非常的精美哦 但是请局长出一个题目 来考考大家 请大家呢 在听到题目之后 仔细回想一下 刚刚局长所说的 接受志平访问的时候 所说的这个答案 局长 请出题 好 我们上一届的 国际石雕艺术记的主题 叫做 什么 总共四个字 嗯 这一届的国际石雕艺术记的主题 是 什么 三个字 啊 哇 这个有点难哦 可是 可是我相信我们的听众 绝对不会被难倒的 嗯 就第一个小问题 四个字的那个 我们有注意到呢 这几年 很多的艺术家呢 因为喜欢我们花莲 好像好水之美 所以纷纷从外县市呢 这个穿越中央山脉 来到东台湾的花莲 是 艺术家来到花莲 啊 东台湾花莲 所以我们有四个字 嗯 第二个题目 就是三个字 是 大家 不要写到其他的 写错字哦 这个 里面如果有觉得 同音的那个字 我们就想到石雕 这样就可以 是是是 我的暗示已经非常明显 好不好 因为我们看到呢 在这个大时代里面呢 我们看到我们 很多的台湾 很多我们花莲的石雕艺术家 嗯 走到国外 嗯 去参加各国的创作营 我们的作品都留在世界各国 嗯 我们看到了整个地球村 好 其实呢 无远佛界 好 我们展现了我们的自信心 展现了我们的企图心的 好 这样子的一个意象 好 三个字 是 好 这个当然 如果说答对的听众 如果超过了四位的话 我们就要抽签 幸运的得主 才可以得到今天局长 所带来的礼物了啊 我们在结束访谈之前 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啊 至少在7月份这一整个月 你可以来到花莲港 看一看这个石雕营 对不对 他们现场艺术家们的创作 那如果说呢 7月份来不及的话 至少在9月份之前 可以来看看花莲的石雕艺术作品 这个展出是非常非常具有震撼性的 是的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陈局长来到节目中 跟大家的分享 局长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志平 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